像你们吃晚饭怎么说 吃晚饭做一行四亚饭 哦 四亚饭 嗯 差不多 拿了一片还给我四亚 一人一车 打卡全国客家乡镇 大家好 我是成都阿雄 我现在来到了江西赣州 石城县的平山镇 这个乡镇看上去古色古香的 周围环境也特别好 大家跟着阿雄的信头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刚到石城县平山镇的街道旁边 就看见这里有一条河 看河旁边还有好多树 这里风景真不错 我站在这座桥上 看见对面还有一个老建筑 大家看 很老的建筑 我们过去前面看一下 走过来可以看见 这座建筑前面这里 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 而且是石油马路 特别好 一过来我们看见 这个牌坊上面写的是 城房古竹 这里是不是城市家族 而且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 这种造型的瓶子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上面还写了两个繁体字 考一下大家 这两个繁体字怎么念 也没有认识的老乡 我们现在从这个石排放 进去里面看一下 哇 一走到这里都看见古色古香 排放下面还有两头狮子 看到没有 哇 进来看见这个墙都感觉很有年代了 大家一起看一下 刚刚到石城县的平山镇 就看见这座老建筑了 这边墙上 这里挂的是城市宗祠 江西传统建筑 石城县人民政府里的 下面还有一个这种造型的石雕 这个是雕的什么神兽啊 我都不认识 有没有认识的老乡 这个看着很 很不一样啊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这边也雕刻了一只 总共两只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看这座宗祠 有没有感觉跟之前看见的 酒井十八厅比较像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里写的是 城市宗祠 不过有点可惜啊 这个门是锁着的 推不开 我刚才推了一下 进不去里面 我们只能站在外面看一下 站在外面看见 里面就有一个天井 大家看见没有 这里有一个天井 然后里面是共同的 城市家族的神位 哇 好多 里面共同了很多神位 没办法 我们只能在这个门缝 这里拍一下里面 里面写的是开国贤令 是不是 我在这座宗祠的外面 看见这里有一个简介啊 城市二八宗祠 位于平山城坊 古名良村事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简介啊 只可惜这座宗祠的大门是锁着的 进去不了里面 所以说里面看不了 我们接下来到这个平山镇的其他地方 再去看一看 逛一下 这里是平山镇的平山村 也是拥有红色文化的一个乡镇 在这座宗祠的外面 这里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啊 所以说我们客家人的 宗祠旁边 一般都有半月形的池塘 我看见这里有一个牌坊 上面写的是 秀逸文风 是不是这么念的 这里是门开着的 我们进去这里面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牌坊进来 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小型的池塘 看里面是宗祠 这个宗祠门就是开着的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这座房子就是江西这边 以前的那种老建筑啊 然后里面是一个宗祠 我们看见这上面写的是锦轩公祠 旁边这里写的是 城市锦轩公祠 这座宗祠也是城市家族的 这里门是开着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来 哇 进来这座宗祠感觉很不一样 特别是这个柱子 一进来看见两边 一边有五根这种石柱 每一根石柱上面都写的有文字 有丝 这个宗祠看起来还非常不错 然后下面这里也是天井 不过这个天井是用 这个东西遮了一下 这样就很稳 哇 这个宗祠感觉应该也是很有年代了 上面写的是上印堂 上印堂是哪个地方 有没有知道的老乡 这里还写了有很多 哇 这座宗祠真的是非常古老了 大家看这个神位 这上面的汁都看不清楚了 旁边有新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 这里写的是 二十五四祖成功 这座宗祠上面一样的有很多牌匾 就是其他房中青 应该是送过来祝贺的 看这里还有一个牌匾 上面也是有介绍 这个我有点看不懂 有没有看到的懂的老乡 在刚才的宗祠旁边 这里也有一座 这个牌坊看上去也是很有年代的 上面写的是祥迎天福 下面也有介绍 我们看一下这个介绍 这里写的是 赣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江西传统建筑 祥迎天福门楼 这里面也是有天井 然后都是古色古香 这里是外面的样貌 大家可以看 江西这边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 走在这里 有点像之前白鹿古村那里的感觉 白鹿古村那里面有很多老式的古建筑 没想到在平山镇这里 也有很多古建筑 这里看上去也是古色古香 我们进来里面看一下 这当地还住了有很多老乡 里面还住了很多老乡 这里都是住了人的 哇 这个巷子进来都是老房子 前面这边就没有了 阿姨你好 您是当地的 您是住在这里的 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客家人 这里是不是住了有很多客家人 客家人 对客家人 不是全部新城的 哦这里全部都新城 你那些都讲方言 讲土话 你们都是讲土话 讲土话 哦 那你的土话我刚才都听懂了 你爱说两个话你听得懂呢 听懂 听懂啊 听懂点点之后 爱说一些西藏的客家吧 西藏的客家 四川的 四川的 四川成都的客家话 对 哪个两个话 那你给还有点窍一个 还有点 有点窍 你们说吃饭怎么说 用土话 吃饭用土话怎么说 吃饭 用土话是怎么说 用土话是他们吃饭 吃饭啊 你们吃鸭 你们吃鸭 有没有 像你们吃晚饭怎么说 吃饭吧 最好是鸭饭 哦 吃鸭饭 差不多 哪里面还要说是鸭 吃鸭饭 你们晚上有没有说亚不胜 亚不胜 你那说亚不胜 你那还说亚不胜 我们的成都还敢说 我们的祖先是三百年前 从广东美洲迁到西藏里 有没有听懂 从广东到美洲 美洲迁到四川的 迁回去三百年了 对对对 阿姨归信 信赖 你信赖 这当地都是姓陈的 当地都是姓陈的 这里是一个古城市家属的 城市祖舌啊 在那边 这里这些建筑都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一百年了 几百年了 有没有三百年 三百年可能 少两百 不知啊 三百年 真是真是 真是 祖舌有三十 哦 祖舌有三十 祖舌有三个儿子 哦 三十 儿子你们是不是说 来自 三个儿子 庆祖舌 庆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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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庆祢庆 他的名字啊 谢谢啊 谢谢谢谢阿姨 我再逛一下看一下 这边也是中词啊 都是 哦 这里都是 哦 我是从外城过来这里旅游的嘛 不能来这里看一下 熙城的 groß舌 造幅做庆祢庆祢庆 哦哦 就在这里 哎 你只 Water 他那儿庭立功 发给的儿子是最多 最多他的儿子是最多 哦 照发给子农最多 对对对 好 多谢 有三天吧 啊 注册给三十个儿子啊 啊 三天九斤 哦 三天九斤 九斤九斤 哦 十八 九斤九斤十八个儿子 三天九斤十八重 哦 好多好多 哈哈 这儿八人一样的 哦 这儿的城市 就是台家族啊 对 台家族 对对 哦 外国人家都听得懂啊 对 听得懂 哈哈 那你说给孩子看得懂吧 嗯 你没给外国 对对 哎 外国人家都听得懂啊 对 改嘛 什么叫改嘛 就母鸡 是不是叫 母鸡 嗯 呃 叫鸡卵 鸡卵 哦 改卵 嗯 哦 这个跟广东那边差不多 鸡卵的 小鸡弓 哦 小鸡弓 对 嗯 好 谢谢阿姨 好 好 我去前面再看一下 好 哦 刚才阿姨说的 掌房的应该就是在这里啊 这里是一个城市的宗池 哦 这个宗池是城市庭义公寺 亭义公的 这里还有一个介绍 亭义公寺创建于清初年间 距今已经三百亿年了 哇 这个宗池都有三百来年了 这里应该也算一个古村落了吧 我们进去这个宗池里面看一下 刚才阿姨说这个亭义公下面的子孙就非常的多 啊 这里也是一个天井 不过都是盖住的 哈哈 哇 这个宗池非常的古老了 大家看 上面写的是教牧堂 神位都在里面 这座宗池横梁上同样的也有牌匾 这里写的是博士 还有德后延邻 哇 这边也有 后德教主 两边都有啊 这边也有 人行一举 这边也是博士 还有孝善刘芳 在这个地方 当地的老乡全都是姓陈啊 这里 然后刚才跟阿姨聊天 我们讲的都是客家话 他开始我用客家话问他 他说听不懂 但是他其实听懂了 因为他都知道我讲的什么 还能跟我交流嘛 所以说这当地啊 基本上都是客家老乡 很多都是讲客家话的 而且很多都差不多 这座亭宫池外面 这里也同样有一个鱼塘 半月池 然后走到这边 同样又有一个鱼塘 旁边应该也是宗池 这个宗池 我感觉好像来过 但是又没有来过 这个 刚才没有来过这个宗池 哇 这边宗池真的好多 然后我看见在这边也有一个 啊 这边也有一个宗池 这边的城市家族是非常的 啊 兴旺啊 因为外面刚才都写的是 呃 城市古族啊 这个家族非常强大 这里有一个亭里公池啊 跟刚才的亭里公池 是不是兄弟啊 看 城市亭里公池 这个门也是开着 哇 这个宗池也是非常的大 哈哈哈哈 里面一进来就是一个天井 哇 今天在这个平山镇 没想到来到城市大家族了 这么多宗池 之前在网上都没有看见啊 这座宗池也是有很多后代 看 这里好多神位 中校廉洁 啊 上面这里写的六四组啊 最上面是六四组 下面都是啊 很多四了 这里也有一个介绍啊 介绍这个宗池的来历啊 背景啊 啊 以前也是重新修过啊 都是一个家族啊 大家的经历兴许 把它重新完善了一下 走到这里 又有一个半月形的鱼塘啊 旁边写的是 城坊都雅庙 是不是这么念的 哈哈 我这个文化水平不高啊 你们来看一下 城坊都雅庙 是不是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还堆了好多 这个木头 下面 这里应该都是城市家族的 哈哈 好热闹你们 今天在石城县的平山镇这里啊 没想到还看见这么多城市宗旨 而且是四五百年的啊 真的让我感觉收获特别大 而且当地老乡都是讲的客家话 刚才跟一位阿姨 我们用客家话聊天 她都能听懂 她的我也基本上都能听懂 啊 这就是缘分 之前没在网上做过任何功课 随缘偶遇 就来到了这个这么有历史年代的一个地方 还这么多古建筑 非常的值啊 我们其他地方的城市家族的老乡 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主口翻出来看一下 说不定就能对上我刚才进去的宗旨里面的这些啊 仙子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下一个乡镇了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阿雄接下来去哪个乡镇 可以把它打在平均区 也 breathe 是